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17号星期四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五名中国籍的黑客 还有那两个是马兰西亚籍的黑客 那么9月17号的报道 两个马兰西亚籍的黑客 因为美国起诉他们 已经被当地马兰西亚的执法机关 已经抓获了 抓获之后我不知道是怎么着 是跟美国引渡过来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五个中国籍的被告 现在都在中国 所以没事 该干嘛干嘛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往心里过 美国司法部说 其中一名中国籍的被告 他自夸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特别好 特别甜 美国司法部说 说被告盗取了原代码 用户数据和重要的商业信息 以及使用了勒索软件 向受害者索要钱财 说全球共有超过100家公司受害 包括软件开发商 计算机硬件开发商 电信 社交媒体 电脑游戏等公司 也有非盈利组织 大学智库 外国政府 以及香港支持民主运渡的政治人物和运渡人士 遭受这些黑客的攻击 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说 正竭尽所能打击这些 由中国公民组成的黑客的攻击活动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们允许这些黑客 这些数字犯罪分子 在中国安枕无忧 只要他们帮助中国政府 攻击中国以外的电脑 以及窃取对中国政府有帮助的知识产权 美国的调查员员为这些黑客 取了一些代号 什么APT41 邪恶熊猫 邪恶蜘蛛等等 那么中国籍的被告 张浩然 谭代林 被控了25项电信欺诈 电信诈骗 洗钱 盗用身份等罪名 两名马来西亚籍的被告 王安华和林阳青 他们也都是 虽然是马来西亚 但是也都是华裔 就是华侨 虽然马来西亚国籍 都是华侨 涉嫌以中国籍的被奥共谋 他们是一起的 攻击美国 法国 日本 新加坡和韩国等地的电子游戏公司 那么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谭代林 谭代林为中国知名的黑客 曾创立的名为NCPH的黑客组织 主要利用微软办公室软件 为及时修补的漏洞 入侵他人电脑 谭代林是这个组织的领袖 他的代号叫凋零玫瑰 纽约时报报导 谭代林在2006年 曾成功入侵美国国防部 武教大罗的网络 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真的 必须要承认 这是非常厉害的 国防武教大罗 等于算是美国的中央军委 这种感觉的 像位于中国的服务系 回传文件的时候 被截获 谭代林与中国军方有关系 也就是谭代林 号称自己跟中国国安部 关系很铁 他说另外三名中国籍被告 蒋立志 前川与富强被控的敲诈 等九项罪名 这三个人都是成都市 404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管 这个公司自称为叫白帽子技术团队 就是说反正他们官家的 不叫红帽子 他们是白帽子 有的是红顶的 他们是白顶的 但那意思就是说 也是跟国安是有关系的 美国司法部说 说成都404公司 涉嫌攻击包括美国在内的 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超过100个公司 和组织以过人 成都404公司的负责人 前川说 他说公司的信息与技术手段 涉及机密 不方便对外公开 所以404是一个网页代表 代表找不到网页 所以我们给公司起名字 就是希望我们能把自己藏起来 前川是成都404公司的总经理 蒋立志为副总经理 附墙为主管的大数据开发的 主管部门的领导 在成都404的公司网站上 他们说 他们的合作的合作伙伴 合作企业有 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中国政府旗下的 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 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认为他们是跟中国国安 是一部分 不算下属单位 也就是差不多 直接的这么个意思 说成都404公司在2019年12月 获得了中国四川省国家保密局 颁发的资质证书 说成都404公司 有承接国家涉密项目的资格 所以就是说直指的这些黑客 都是受中国政府雇中和指挥 差不多这么个意思 中国就这样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自称也算是跟他们有联系的 一个同志就跟我联系 他就说是这么回事 他说他们反正抵挣钱 也要抵生存 如果在中国被抓了之后 中国政府就这样 也不给他们钱 只让他们干事 但是相应的 也就是说不抓他们就完了 就这么个意思 说实话 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 自己都是被中国政府利用的 那么有一些人反正捞了一票了之后 就跑了 就跑到跑哪去了 反正这哥们也跑了 新书路线也不在中国 就说这意思 反正中国就这样 他不愿意自己去养的情报人员 自己养情报人员还得花钱 你培训 你养着各方面的 而且万一被抓了之后 还跟中国政府就挂钩说不清楚 所以就专门 算什么呢 外派外包了这么一帮人 就叫什么 以伤养情 伤情两旺 就差不多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些人 其实真的也是说不清楚 从本质上来说 好像从名义上 是不是隶属于中国军方 和中国政府 但是实际上也差不多 反正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